台北大學校慶全校師生齊唱國歌 突然鳴笛聲響 學生衝到升旗台把國旗換下 彩虹旗迅速伸上旗桿頂端 隨風飄揚 但旗台下方早已一片混亂 藍色衣服的教官 衝上前制止 和學生爆發肢體推擠 一陣拉扯中兩名學生受傷 其中一位較嚴重 出現反胃肝偶狀況 緊急送醫 不過校方也有人員胸部受傷 送醫沒有大礙 校方坐手不及 學生圖起來的喚起活動 但學生強調已和校方溝通一年 剛好又碰上同志遊行 卻要到學校參加校慶點名 才會用行動表達訴求 我們還是依學校既有的相關規定 然後來了解各方面的這個說法 以及那個事情的經過 然後後面再做這個相關的決定 如果說學校要做懲處的話 我們當然欣然接受他們 依法辦理的任何事情 只是今天學生站出來表達意見的時候 學校到底有沒有願意聽進去 學生表示若被懲處 不排除走法律途徑 只是學校一年一度的慶典 學生齊唱國歌的環節 沒想到演變成師生衝突事件 TVA新聞許國恆 最有新聞新聞報導